为什么没见过奶牛怀孕,却能一直产奶呢? 看看奶牛这悲惨的一生 牛奶是一种极其有营养的饮品 奶牛老是要皆可饮用 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 也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中 我们都知道牛奶是从奶牛那挤来的 但是似乎很少能见到过奶牛怀孕 难道她不需要怀孕就可以有奶吗? 且奶牛似乎能一直都被挤奶,从未休息 奶牛怎么有那么多奶挤呢? 今天跟小编看看奶牛这令人心疼被散了一生吧 在我印象中,奶牛都是黑白配色的 这种奶牛的全名叫做黑白花奶牛 是牛的一个品种 它并非是我国土生土壮的牛 而是早在2000多年前 从荷兰引进来的 并经过层层的人工选育方式 改良出了我们今天常见的奶牛 也就是荷斯塔牛 荷斯塔牛的体型大,产乳量高 是专门产乳的好苗子 因此得到了各地的养殖户的喜欢 我们国家也将其引进 但并没有直接食用 而是将荷斯塔牛跟我们国家的黄牛进行杂交培育 获得中国荷斯塔牛 它能够更好地适应我国的环境 且黑色的斑块也更大 陷入进我国养殖的奶牛中 有85%的数量是中国荷斯塔牛 别看奶牛呆呆傻傻十分可爱的样子 但它们的一生过得却很悲惨 这些母奶牛在23个月大的时候 就要被迫生下低头小牛 在死之前 才16个月大的小奶牛就要被迫怀孕 而怀孕的母牛甚至都没有见过自己孩子的生父 因为大多数都是养殖人员 给他们进行人工手孕 从第一次怀孕之后 奶牛的一生就是不断的怀孕 生小牛挤牛奶 挤出来的牛奶挤少一部分是给自己的孩子的 自己的孩子跟他一样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吃能快速长身体的粗粮 奶牛挤出来的奶被制成奶制品供给人类 初次当上母亲的奶牛 也许只从从看了一眼自己的孩子 就被人类暴走 就是为了不让母牛对孩子产生依恋 而拒绝让人类挤奶 成为母亲的奶牛 就要跟一个自动化的机械取奶装置相伴一生 奶牛分娩之后 会持续分泌乳制约十个月 没奶之后 奶牛可以进入两个月左右的休养期 在这两个月里 养殖人员会给他些有营养的饲料 对身体进行调养 到时间后 就会将之前的步骤再重复一遍 再源源不断地给人类提供营养 一头奶牛的一生 需要经过七八次这样的轮回 直到奶牛进入了中年期 此时他的身体已经筋疲力尽 不能再产奶了 失去了他存在的价值 而人类并不会对这头亲近一生的奶牛多好 在养殖人员的眼里 他就是一头光吃饲料 不会再产生经济价值的投油品 在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之前 就将这些老去的奶牛卖掉 变成低级扭肉出手 纵观奶牛这一生 几乎都在被人类剥削 只有在他没有怀孕之前 拥有过短暂的快乐和自由 在世间 做母亲原本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但这确实奶牛不幸的开端 那公奶牛就会逃脱这悲惨的一生了吗 并不是 公奶牛会被作为经济肉类经营培养 在最年轻力壮的时候被宰杀 送上人们的餐桌 所以看到了奶牛这悲惨的一生 你们做做感想呢